动物福利是指的畜牧生产中的动物保护 然后原则是可以我们要保证动物的康乐 然后保证动物的生产 然后康乐就是指的动物的身心健康 然后生产是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用 生产方式呢 它对动物福利就是有一个很大影响 就比如说我们的养殖密度 然后养殖密度过高 它会引发一些疾病 会影响动物的健康 就是表现为抵抗力下降 发病增多 或者是我们的日增重下降 死亡率升高 这样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经济效用 然后在屠宰过程中 或者是运输过程中 如果不关注动物福利问题 就比如说运输过程中 这个道路颠簸啊 或者是就是我们急性运输啊 就是它就会导致就是肉质发生一些改变 这个动物福利 其实我们刚才讲保证的是 你这个生产链上的这种食品的安全 保证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共卫生的安全 我觉得是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角度也看 其实刚才 西路提到说这个肉质吧 他是为什么会说 我们说有没有动物福利 会导致影响不影响这些肉质呢 就是说其实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包括我们兽医在看病的时候 也经常去就是去要去考药一个问题 叫做动物应激 就是说你这个动物应激之后会 当这个动物受到惊吓 或者是长时间的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说这个动物啊 调动了他的这些糖原 干糖原 去供他的大脑 供他的其他的这个身体的 其他的部位去功能 那这个时候 你就想当这些糖原大量的分解的时候 你这个肉质 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 面临一些他的这个成分的改变 说的这个还是挺关乎到 他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的 就是他们的健康 就想比如说一个人 他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 可能他会掉头发 可能头发会变白 可能各种身体状态都不好了 所以对于动物也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在国外 他们因为发展的比较早嘛 所以像美国巴西 他们的factory farming 就他们的工业化养殖中的 动物福利情况是比较差的 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 跟美国跟欧洲 跟这些发展国家去对比 但是当他们犯了错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立刻的认识到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 也一味的去 怎么说横向对比 或者说他们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当他们犯了错的时候 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提示的效果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工业化养殖的发展过程中 是需要去注意到这些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